申命纪 第十八章 立位家的祭司和立位全支派 在以色列中没有分得产业 他们可以吃耶和华的火祭 那是他的产业 他在弟兄中没有产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的 祭司从百姓当得的权益是这样 凡献牛或羊为祭物的 要把前腿 两腮和胃给祭司 出收的五骨 新酒和新的油 以及出茧的羊毛也要给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从你众支派中拣选他 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 势力 侍奉 立位人若离开他在以色列中 所居住的任何一座城 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就要在那里奉耶和华他神的名 侍奉 正如他的众弟兄立位人 在耶和华面前势力一样 除了卖祖产所得的以外 他们要吃同等分量的祭物 你到了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之地 不可学那些国家行可憎恶的事 你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 观星象的 行法术的 行邪术的 施符咒的 招魂的 行巫术的 和求问死人的 凡做这些事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因这可憎恶的事 耶和华你的神 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做完全人 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家 都听从观星象的和占卜的 但是耶和华你的神 从来不准你这样做 耶和华你的神 要从你弟兄中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们要听他 这正如你在和列山大会的那日 向耶和华你的神所求的一切说 求你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 我神的声音 也不要再叫我看见这大火 免得我死亡 耶和华对我说 他们说得对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 放在他口里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 都告诉他们 谁不听从他奉我名所说的话 我必亲自向他追究 若有先知 擅自奉我的名 说了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 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 那先知就必处死 你心里若说 我们怎能知道 那话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呢 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没有实现 或不应验 这话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 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 你不必怕他 要添加 你不必怕他 可是就我觉得 到了 这是什么 有这个信息 用